阿智 受人之託 阿智幫我把NSR煮得非常棒 外觀啊 送烤漆 烤漆烤了好幾個月 當然人家不見得有時間 然後他還必須得要有骨架 把殼都煮起來 然後再拉線 那些過程是很費工費食 然後之前的殼考了兩次 舊期要處理等等之類的 我相信對他來講是一件麻煩事 反正烤漆歸烤漆 租引擎歸租引擎 主車台歸主車台 總共這幾多方面的努力 這台車就呈現在我面前 拿到車以後我就很開心了 這台車 OK 去試一下吧 結果發現不會騎 不會騎 為什麼不會騎呢 我當年在買NSR的時候 我去車行簽車 簽完車以後回家的 就跟同朋友 因為我朋友先買 然後我受他影響 那我們兩個就兄弟車囉 我們兩個去繞啊 到處騎啊 騎完了要回家 我永遠記得 里程數才46公里 然後在這個 重慶北路 穿過那個高速公路底下的寒洞 他有像史蘇卡一樣的S1 我在那邊 卡普 M不過去 直接就 切到人行道 撞到人行道我就翻出去 所以我新車就雷了 都還沒有回家耶 車牽到都還沒有回家耶 然後呢趕快跑去汽車擺貨 買藍漆啊 買白漆啊 把它補一補你知道啊 去騙我媽 我媽說 買新車喔 新車牽回來 怎麼那麼晚才回來 其實在外面修車 很多都傷到耶 我媽說 這怎麼怪怪的 我說沒有 那只是髒而已 我永遠都記得 40 46公里就雷了 這台車組好之後呢 我也上午指上 稍微批了一下 42 我也差點就出去 差點衝出彎道 還好我又救回來 好 我講這邊喔 我們這個時空的問題 1980幾年跟現在的2020年 相隔30幾年 30幾年發生了什麼事 30年前我只有68公斤 那我現在是86公斤 各位差了19公斤 體重不一樣 我現在坐上去這台車就沉下去了 這台車怎麼翻新 他的整個懸吊的狀況 前避震器後避震器 不可能是當時新車的狀態 即便你換了油 彈簧的衰減 彈簧的這個力道的衰減 可能都有些許的變化 還有煞車系統 這些油管這些來令片 跌盤 都是當年留下來的 時空相隔那麼久 他的這個敏銳度跟精確度 其實跟當年的 30年前的新車狀態 絕對是有差異的 我聊到這裡 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也就是在1980幾年那個年代 這台車是1988 1980幾年的那個年代 是日本各大車廠大爆發的年代 你一定可以想像出 那個年代有很厲害的二行程 NSR 什麼TZ等等 這些2T250都很厲害 神車 天王 天王 四大天王在那邊 Kawasaki也有 四大天王在那邊 可是還有一個250 CBR250 CBR400RR 然後呢 YAMAHA的FZR250 FZR400 可是我現在問你 為什麼這些400 尤其是250 我們講250 為什麼這些250都不見 為什麼 其實在那個大爆發的年代 應該講有點像美國跟蘇俄的武器競賽 大家不管 37 21 先把外空人 這個太空人先丟到外太空 丟到月球上面 證明自己很厲害 所以呢在那個 軍備競賽 所謂太空競賽的時候 就好比我剛才講的 日本車廠之間的相互交集 先把科技丟出來 你的材料科學部分有沒有跟上 那不管 我在四缸上面 我造就出多少馬力 然後呢 做到萬轉引擎 都快兩萬轉了 然後呢多厲害又多厲害 天花亂墜 可是那是一個 十年二十年的市場考驗 當時科技走在材料科學之前 材料科學 材料科 這一方面的這個材料學的部分 沒有那麼厲害 包括精密度的部分 等一下我一個講 所以那個年代的四行程 因為引擎轉速很高 所以他們呢 沒辦法經過這個 時代的淬煉與考驗 慢慢慢慢都消失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現在回頭要去找 CBR250 找FDR250 然後呢找這個Suzuki 這個WARF啊等等 這些車你會變得很困難 找不到 然後呢其實引擎狀況也都不是很好 原因就在這裡 你現在把那車整理好 我告訴你也不耐操 你就在那邊拉轉吧 拉個幾次你試試看 引擎就掛 第二次就掛 科技有喔 材料跟不上 回過頭來講 現在的250也好 包括即將推出的這個 忍者四缸 還有HONDA一直有的這個CB400 價格為什麼賣那麼貴等等的 其實現在的四缸跟以前 這個250 跟以前是不得相提並論的 還有400cc的這些四缸 現在真的是做得很棒 然後以前的耐用度也很好 以前是沒有的 那回過頭來講 當時 HONDA把這個 應該講說授權給 光陽來做這台NSR 其實在那個時候的材料科學 上面來看NSR 其實並沒有 應該講說並沒有 很多的技術移轉過來 或者是說NSR 150的部分 其實掌握沒有那麼的深 因為科技面全部都在 NSR250 比如說我擁有過的MC21 MC28 他們甚至用到PGM的系統 當然NSR150就沒有了 好這也我不去扯 我講的最簡單的 像這一台車的車價 股價 有完全的震 完全的值嗎 各位我跟你講沒有 沒有 真的玩NSR的專家 這些老司機 他們一定就會跟你講沒有 NSR你現在去找 很多的骨架多多少少 要不這裡歪 要不那裡歪 要不就屁股這邊 殼對不到 鎖不到 螺絲插了快半顆 半個洞 你知道嗎 這個是骨 他做的看起來很像鋁合金 其實他是鐵的 他是鐵的 焊的時候位置會跑掉 他的模具 我覺得可能就有問題 三角台的角度 兩邊手把的高度 你如果細舊來看這台車的話 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及格的 跟現在來比 現在的精密度 精確度當然更高 哪怕是小R 哪怕是你這個CP150R 甚至還有300的R3等等 其實以現在的這些造車的 應該講水準水平 我們不要講工藝 造車的這個水平 對應到當時 比當時強很多 OK 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是聊 他的一個構成的部分 那在當年 製造面有這些問題 性能面呢 他其實引擎非常的棒 二行程引擎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的性能非常的棒 他的煞車系統 懸吊系統 到底有沒有跟上呢 其實以現今的眼光再回過頭來看 我認為是沒有跟上 因為他當時並不是 把他打造成這個所謂的真正仿賽 他只有這樣的一個look而已 而且他保留一定的一個這個 日常使用的一個性能在裡頭 一個功用在裡頭 所以他的手法在三角台之上 他的坐姿也沒有那麼的趴 這些都是一個務實面上面的考量 所以他並不需要 拿這個所謂賽車的規格 套用在這台車上面 如果是要把他打造成一台真正的 150二行程仿賽的話 那就沒有實用性了 你就是 否賽到吧 OK 但是NSR150並不是那樣的取向 後面有這樣的車 比如說 太規的這個NSR150 出單搖背等等 就完全的幾乎向競技取向靠攏 可是後來的這個 光陽跟 台灣本田 光陽跟這個日本的HONDA 又有一些問題 他們就分開了 分家了 就變成這個所謂光陽製造 這部分的這個NSR的演變 就沒有繼續下去 OK 第二部分 第三part的部分 我們來聊一下操控的部分 二行程跟四行程 確實有很大的差異 包括我自己騎過NSR250 這種所謂的V型雙缸的二充引擎 那還有他還有做到這個四缸 就NSR500等等 那我這邊不去講他太多的這種 所謂結構上面的差異 二行程呢其實 他是一個高轉引擎 因為為什麼呢 他360度就完成一個動力衝升 而四行程卻需要720度 光在這個引擎轉一圈跟轉兩圈上面 就有時間差異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說二行程 他的這個轉速 在拉轉的過程是比較快的 也因此他非常善於這種中高速的表現 那四行程相對來講就比較慢 所以他扭力的部分肯定會比二行程來得好 這個部分造就什麼 造就出你在駕馭這個二行程也好 四行程的車輛也好 其實你會有一個不同的騎乘方式 比如說以NSR150來講 我就拿野狼150跟NSR150來做比較 野狼150其實你的起步就會變得非常的好騎 因為起步的扭力是夠的 可是你在騎二行程的部分 你就要把起步的轉速拉得比較高一點 比如說他是2500轉 3500轉做一個起步 那個離合機放的timing跟四行程就不一樣 所以一開始 之前接觸他是30年前 30年後其實這些東西我通通都忘掉 我開始要去熟悉他 他到底多少轉起步會比較好 好啦 起步的問題解決了之後 接下來就要去摸這顆引擎 他到底從這個起步出去的3000轉 一路一直拉拉到斷油 但這個斷油他沒有所謂的斷油 他根本就是拉不上去 他不會像這個四行程有個斷油的點 比如說一萬轉一萬兩千轉 你拉不上去 二行程不是到那裡就屌了 屌住了他上不去 那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開始要測試 我就要開始抓這顆引擎 RC氣閥7000轉開的時候很有力 然後這個動力只延伸到9000 9500的時候呢屌住了 車速還會增加轉速也還會上 可是問題是有點像打釘桿 那這個時候你再去拖他沒有意義啊 你是浪費時間而已 你就換下一個檔位 下一個檔位一切進去 速度又拉出來了 比如說從120慢慢跳 他就跳140上去 你就知道原來他的換檔Timing在這邊 所以你開始要去學習 這是一台150cc的一個 對我來講 是一個150cc的一個小孩子 你不能過度去抄他 他的引擎是重建的 是rebuild的 並不是當時的全新品 所以你必須得要去善待他 如果你用一個非常嚴苛的騎乘方式的話 我覺得引擎恐怕有哪些的弱點 哪些比較脆弱的地方 可能就會爆開來 會 不穩定啊 那當然所以以我自己來講 我就是先 五指三先跑一遍 確定沒有問題了 我才敢跑北一 我當然是用這樣的方式 把行駛距離慢慢拉長慢慢拉長 那這些過程中 我去檢視我自己的車有沒有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 去熟悉引擎的調性 不管你騎什麼車 可是以現今來講 我們騎過那麼多的大型重機 不管是黃牌紅牌 你會很好上手 然後呢你要去 感覺他的起步啊 感覺他的最大輸出啊 其實都會比 四英二行程還要來得快 這也就是二行程喔 應該講說是他的makeup吧 或是說他有他的脾氣 你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去揣摩一下 他的那個調性到底在哪裡 抓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很精確去駕馭這台車 我指的是引擎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這個引擎的輸出的調性找出來 因為二行程非常擅長這種所謂的中高速 尤其是RC氣法打開 他的那股爆發力 那個是四行程 同等級四行程沒有的 辦不到的 那個RC氣法力量 我覺得甚至比 假設150有這個VTEC的話 如果VTEC開都還不及RC氣法開 因為二行程的這個出力 確實就是比四行程來的大 好另外一個部分呢 另外一個部分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在操控的部分 操控的部分 這一台車其實尺碼很小 正確的數據我沒有去查 但是以我來講185公分 我騎他是大人在騎小車 大人在騎小車 所以我在過彎也好 怎麼樣操控也好 當然他本身車子小軸距短 他具備他的靈活性 可是對我來講是大人穿小鞋 我必須得要趕快去找出一個 我適合的坐姿 然後包括carb的姿勢 比如說以這台車來講 我屁股可能坐到後面這裡來 可是我屁股坐在這裡非常不舒服 因為這邊正好是一個高低差 然後我的膝蓋在這邊 如果我坐到這個標準位置的話 我膝蓋頂到這裡 頂到這裡非常不舒服 重心位置也不對 我就要往後移 所以我覺得諸如像這種 就是還有手把的位置等等 NSR讓我覺得他比較契合的是 身高大概在170幾公分左右的駕駛 甚至你168到175之間 我覺得你來騎NSR會非常的棒 如果你像我個子一樣超過180的話 NSR確實是有點小 當時他造車他可能沒有想到那麼多 以現今的150來講 這個騎乘三角應該是比NSR還要再大 我騎乘小阿魯也好啦 這個YAMAHA的這個R15啊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NSR我就遇到了 可是這個問題是缺點也是優點 怎麼說呢 他的騎乘三角反而就 非常有利於像北宜這樣的公彎 我今天把這台車的這個動力 輸出的調性摸手了 接下來我當然就是要去熟悉 他的一個過彎的彎道特性 那我今天在上山的路程中 我後面的速度就可以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然後呢甚至我開始可以超過很多的白牌車 第一個被我超越的當然就是那些的白牌速克達 因為你會發現白牌速克達在過彎的時候 他的傾角就是那樣 他快不起來 他已經極限了 右邊磨排氣管 左邊磨到引擎CASE再見 他就是這樣 可是我卻能夠 我的傾角比他大 然後我車又本身沒有比他大多少 我卻能夠在他彎道極限中 還能夠把他刷下來 這就是我認為 如果你真的喜歡過彎的話 速克達騎完了 你應該要去騎檔車 因為檔車在這部分的限制是比較小的 幾乎所有北宜 這種擂殘速克達的一個共通原因 都是彎道速度過快 可是彎道速度過快不是錯啊 錯的是什麼 你的過彎容許值很小 比如說兩邊的傾角 那如果你那種速度拿擋車 就不會有問題啦 你就過啦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等到我慢慢慢慢把這個車的彎道特性 稍微掌握得更清楚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遇到這種同期的 比如說小阿盧啦 阿15啦 我甚至也有遇到CBR150 我就開始跟他們 跟他們 跑 那二行程真的是佔了非常大的優勢 我幾乎就是在阿西開跟關之間 就是7000到9000這段速域來騎乘 那他們根本就不是對手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對手了 當然我沒有遇到那種Pro級的 我講的是一般的 我就單純的這個 入彎的速度 過彎的速度 還有包括出彎的加速力道等等 那他們是完全比不上 213 150 好啦 那試完以後呢 尤其是在彎中 我還試過彎中把他們抓下來 那彎中把他們抓下來 我指的不是我技術好 因為真的是他的軸距比較短 然後他傾角也非常的夠 所以即便是我是老車 我都可以在彎中 我覺得他已經到極限了 那我還可以把他整個再刷下來 那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EOSA的這個彎道特性 其實彎道潛能是蠻大的 為什麼呢 各位你現在不要忘了 就是說我用的前後輪是普通胎 然後呢我的前後懸吊其實並沒有 並不是狀況並不是那麼的好 雖然都整理過了 然後堪用 可是跟新車是差很多的 如果我的前叉 前叉油 然後後面的懸吊再做升級 然後呢 胎用這種所謂熱熔胎的話 那就不得了 NSR真的會是 在北宜也好 在台七也好 上面一個 應該要講 在彎道裡面 是一把非常鋒利的劍 尤其他這樣的車身尺 真的非常恐怖 150的單缸引擎就有這樣的表現 250我當然騎過 可是250 也面臨到我剛才講的問題 就是說你能夠回復到 當時新車的狀態 離那個全新有多少的距離 越新做的回復的動作越多 當然你性能就越好 甚至你也可以把前後換掉 假設有allings的話 全部allings全上 加上一個tune的很好的引擎 那就不得了了 當然就是看你花多少時間 跟花多少錢 要玩這種車 我還是講結論 就是說 如果你要玩到很Pullo的話 那真的口袋要很深 因為他的零件根本就找不到 然後非常難找 那你如果買一個 狀況不是很優的 你又一直花錢一直修 然後又得不到一個真正他 非常棒的性能表現 那我覺得會有點可惜 你沒有品嘗過他的那個最棒 最完美最甜的那個果實 你可能吃到的只是八分七分 所以這個沒辦法去跟你形容 我也不可能說 你去找一個店家 然後叫他把車借給你 我相信店家也不會借給你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摸過 真正最原始的NSR 還有那個騎乘的感覺 以我來講 我都覺得事隔30年 那感覺都變了 我要慢慢的找回去 然後今天在騎 非常棒非常過癮 尤其是我覺得找到那個感覺 然後壓彎的角度越來越深 NSR真的是一款非常適合台灣 這個三道環境的一款 2T的算 應該算2T小霸王 如果他的哥哥叫做小花寶的話 那這一隻絕對 叫他小三貓 有過之而無不及 OK 最後一把操控的部分 我就聊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OK 拜拜